今天是 Angel在空中为大家服务一如往常 好现在时间呢就来到了11点整 在这里也向着我们公众的好朋友来做睡眠 就是说除了你在想起旁边可以收听以外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现场有个杂音 来听众朋友我现在解决一下 好来 现在就是说除了在想起旁边收听以外 我们可以透过脸书 脸书手机来滑一滑 然后到了快乐联播网官方的粉丝专页 那您就可以看到今天的画面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呢 也可以透过留言的方式 那把你的意见来跟我们做传达 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之前有先预告 就是大家的高雄市民所关心的 包括现在外县市的这个听众朋友 尤其是北漂的民众会想 关心自己的家乡高雄 知道这个823那场大雨之后 那有治水的问题 以及道路坑坑巴巴 这路不平怎么办 我们今天请到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大家长 这是许立民市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先问市长好 主持人Angel 以及我们快乐联播网所有的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代理市长许立民 今天呢市长也带领了团队里面 根据今天这个治水还有路坪的议题 有两位局长在现场 那首先呢我们在镜头上 我们先看到的是我们公务局的副局长 今天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请副局长来跟听众朋友问好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好我们的副局长是吴瑞川副局长 好所以大家呢 对他们最议到底高雄市做了什么 我们今天呢就请市长以及他的团队 来向我们所有的亲民朋友来做水平 那首先我想第一个啦 这个灾损之后相对补偿补助的这些办法 我们先请市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做水平好不 好 谢谢主持人那关于这个我们整个淹水的这个 这个救助和保障上面 那因为这一次8月23号到8月28号的这一个 整个短延时强降雨的西南气流 其实它每一波的降雨老实说都来得非常的快 那很多时候都是在凌晨的时候 所以说其实造成我们很多亲民朋友 他维护 维护去刷车 导致很多泡水车的这一个产生 那甚至是我们自己在家园的防护上面 有一天可能防水闸门啊 丁丁的维护岛 因为这一次降雨真的是最大的特殊 就是说它的短延时 就是第一时间里面有很多的河 然后导致这个市区的确很不好意思 就是有一天快速积水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次的保障 特别放宽 我们以前 中文政府的保障是说 你要饮50公分以上才有保障 我们这次的特别 就是放宽50公分以下 你知道家里面有进水 因为我 我们在思考就是说 房子里面有入水 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拼手 甚至很多家具加电 会受到一些损害 那每次的淹水补助 你如果说判定一个50公分 还是说几公分 其实我们在茶谷上面也很容易引起 民众第二次的民怨 就是说我 我这可能大家的认知不一样 所以产生很多的纷纷 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 因为这几种状况之下 我们特别就是说 维持50公分以上 我们跟中央还有高雄市政府 一起补助 淹水超级50公分的 我们是3万块 3万5的保障 只要家里面有淹水淹进去 但是还没有到50公分的 我们每一户就是 5千块的这个补助 然后我们另外也针对 刚才说的 我们美户刷车炮水的 汽车的部分 只要修理超过2万块 我们就补助2万块 摩托车的部分 只要修理超过2千块 我们就补助2千块 那这一个申请日期 我们是为 8月2月 最后一波豪雨 对 结束之后一个月之内 我们是在 所有申请的日期 到9月2月 所以一段时间 你的减付相关的 不管是证据或者是单据 跟区公所去申请 我想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 来办理这个补助的作业 那当然相关的表格跟办法 都可以去参阅 我们这个高雄市政府 社会局的这个网站上面 都有相关申请的表格 是 谢谢我们高雄市长 许立民的说明 现在我近距离 Angel看着我们市长 其实我那天 你知道你今天落后 一天早上 一堆媒体早上去讨问 我看那个头发是湿的 都快滴水了 然后是穿着那个白色的夹角托 整天都哭嘛 淡淡 我在想 其实我当场 你第一个画面 我看到 其实因为您刚来 当这个代理市长 其实我们其实高雄市民 很多对您还不熟 但是至少我觉得 我的第一个印象 看您出来 是这样的 我说实在 来 听着什么 我直接说好了 你知道这市长 是有公布车可以坐 是 对 他如果整天睡到凌晨 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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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天睡不着 他就西装 领带 皮鞋 对不对 就是一定会搬 可是呢 他就是整夜没有睡 然后 你看他 那个脸 可以看起来 看起来 整天睡不着 再加上 湿搭搭的 穿着假脚托 然后 我们对这个市长 其实他很新闻 还不太认识 但是我们看他很有诚意的 先鞠躬 然后道歉 那 我相信 是有担当的 因为后面 很多市民的观察 对 是觉得说 诶 我们新的市长 徐立民 还不错 因为年轻的年轻的 还不错 但是他一样 还是被很多人 其实 因为生气嘛 因为 毕竟财产生命的损失 在第一个 时间点 还是 还是生气了 但是 我觉得 市长您似乎 也都可以理解 所以我觉得 人是豪胜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我想做 我经常想 记住 我们就要去生育 那 做一个市长 还是做我们市政府 坦白说 人民遇到痛苦的时候 扣到市民 扣到人民 我都觉得这是应该的 你即使有一些 比较情绪性的 你就是承担 那人家骂的有道理 你更应该要去 做一件检讨 那 所以 我想这个就是 你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心里面想的 当然对我们市民 真的是很不欠的 另外第二方面 我们就想说 要如何把这个災害 以及后续延伸的一些 一些不好的状况 其实可以降到最低 我想这是我和我们所有的 高雄市政府的团队 其实 这两三个礼拜一直在想 甚至是一直拼命在做的 这个地方 那天 基本上是因为 老实说 那不是故意的 我出门的时候 也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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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出去那天 荷路通大 洪山和我们三名区 九戒的地方 去那里 那那荷荷真的 是太大 我基本上 真的整成都沾 去 甚至丟到 頤 頤 穿 那些荷荷 水都招下去荷荷 所以 我只要荷荷 看完之后 我只要把荷荷 拿出去 水倒倒的 想說不是辦法啦 再穿下去也是再淡 所以只好拿一張夾條托 換一個比較低的口 這樣子勘災比較方便 我想其實就是很自然 然後找一個這個 沒有 你全身屋都淡去也不是辦法 所以你進市府前其實你就先去勘災了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樣 你怎麼知道其實有一些好高雄市民 所以你都進水了 他說因為是看到你這樣 所以你後來有去巡視的時候 他說如果是看你很沒生意還會變什麼 他就跟你做了 不過他說後來看到你 他們態度有好一點 他說看你又有生意 只要你願意來改成 是啊 所以基本上當然我們這幾年 高雄市政府坦白說做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面對今天是越來越極端的這個氣候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 這個一個小時下超過 100多公里的這樣的一個雨 10分鐘要下30公里的這樣的一個雨 說實在我們不管再怎麼努力 對老天爺我們還是要抱持的這個謙卑的態度 隨時我們突出問題去解割問題 那人定真的不一定能夠升天 有時候我們盡量去把排水系統把自動質做好 可是我想大家還是要有那種 當天災來的時候 我們其實做好萬全的準備 有時候被騙免災害的發生 我們盡量去大家一起來努力 所以民眾其實現在是面對著 這個極端氣候是治災型的 這種災害其實都有可能會發生 不是說我們台灣哪裡真的做得不好 其實你看外國包括最近日本 他也是說花多少錢 包括東京都都去經濟 可是其實還是淹水了 所以我覺得民眾當然我們說有萬機 那其實大家都可以了解啦 不過過後來我們就恢復理智 我們現在看說我們後續怎麼做 看盡量以我們人力怎麼樣去把它做好 所以今天高雄市政府 由市長率領團隊來向聽眾朋友來做說明 那首先當然我們要回到 我們民眾所關心的問題 來這一次 823的大雨衝出了5000多個坑洞 那市政府要怎麼樣避免這個事情再次發生 我想這就是我們這個團隊的態度啦 特別說5000多個坑洞是我自己去說的 我我們幕僚 我為了這件事叫我們的幕僚 不敢免死 但是我們的態度 我自己的態度就是這樣 我們不要去迴避問題 去面對問題 然後去找出問題的癥結 然後解決問題 我想這才是市政府重要的事情 那大家 我特別說 你避免一個地方避免一個城市 沒有一天坑洞 可是誰真正敢面對自己的倉巴 你只有面對自己的倉巴 你才有機會 我們一起努力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想 其實 大雨過後 整個我們的道路其實很多 其實是泡在水裡面 那我們的利青伯友 它其實時間稍微久了一點 它難免會有一些細縫 會有一些 本來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你水來的時候 大雨來的時候 它隨著這些 原本看不出來的這些細縫 往下滲的時候 它造成的路面的坑洞 一定會非常的多 所以 我們在這個修補上面 大概分幾個階段 第一個 我們當然就是針對第一時間 不管天氣好還是不好 大雨在漏的時候 我想我們養工處 真的是非常多的弟兄 其實過去那兩三個禮拜 是冒著大雨 無眠無力 在暴露 第一個時間就是要把這個坑洞 先把它補起來 不要讓 我們的親民朋友 在道路上 遇到危險的問題 但是第一時間補起來 老實說 它的確不堅固 因為它是一個臨時的鋪料 所以我們天氣好之後 我們會用熱料 而且是我們 會要求 就是它一定 這一個坑洞 一定是要方正切割 就不是說 不是只能把那個空補起來而已 它是要補一個站面 出來 讓路面比較平整 這是第二個改端 那第三個改端 我們其實最近 會整起來 當然高雄 過去100年以來 都是一個重工業的三次 所以我們的重車 很多 我們的回規車 我相信 市民朋友都清楚 它是全台灣最多的 這些重車 它在 在行駛的時候 還是都在剎車 往下沉降的力量 真的是 超乎其他城市的負擔 所以我們其實 除了剛剛講的 那兩個階段之外 我們最近 也整理出120條的主要道路 包含我們 我想很多市民朋友 在歡迎的中山路和NIL 那個是重車最多的道路 也是目前道路品質最差的 這一個道路 我們要花七億分四個階段 聽說我們要打掉重鏈 對 我講這120條的 這一個主要道路 我們就是打掉重鏈 所謂打掉重鏈是什麼 就是從這一個 陸基 開始 的部分 我們就拋除 不是只有換鋪 這個柏油而已 我們是陸基 像中山沿海路 我們大概陸基要往下挖 60到70公分 就是整個陸基去做一個改善 真的把一個 這一個 我們不要說多好 通過交代的 階級的 道路的品質 交給我們高雄市民 您雖然是代理市長 但是您的決心 都很想你留著永遠當市長 因為未來這個市長 我們不知道是誰 但是我相信 您這個破釜成舟的決心 徹底解決掉 你知道嗎 你說那個中山路 中山路 小港前鎮那個 這是我們心中 高雄的痛 對不對 你如果能夠下定這個決心 你徹底去把它做改善 我相信民眾的一件事 樂見其成 對 所以這是永久的 我們希望可以加速來進行 當然我們 坦白說 我們的兄弟其實很辛苦 特別要拜託我們的市民 因為 保羅這件事 和其他的工程其實不一樣 很多工程是在一個 封閉式的範圍裡面 保羅這件事 還是收羅這件事 它是在路面上 那特別是我們在交通 很繁忙的道路上面 它的路面使用 跟這個 使用率越重 它的道路 泡水之後 它的狀況可能越差 我真的真的是要拜託 所有的市民朋友 當我們在進行修補 道路的時候 真的要特別注意交通安全 因為 收羅和其他的工程不一樣 它是特別危險 它是在馬路上面 可能臨時做一個交通管制 當然我們的交通管制 我們盡量去要求 保護我們的兄弟 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但是還是要提醒大家 遇到很多道路修補的工程的時候 經過那附近 一定要請大家多多體諒 多多包含 也多多注意整個工程界面的安全 因為在這個現場的時候 你看道路在鋪設的時候 ANJEL我驚過 我發現市民朋友 是有點又愛又恨 你知道為什麼嗎 恨是什麼 恨是什麼 但是馬路破坑 還是說破坑得這麼大坑 甚至於大天坑 現場有的真的是會激動 會罵 但是其實他們對施工人員 有時候在那裡 在問 但是有的人會想說 你也該辛苦 所以我覺得 當然這是整個高雄市政府動起來 然後趕快看 這時候我們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專業的問題 當然我要請教我們這個公務局 我們的副局長吳瑞川 請問一下副作 就是說 因為現在 你看昨天又下雨了 對不對 落後的時候 他們都要說 這個要打掉重練 或者道路鋪設 這個 可能是不是就沒有辦法施工了 落後 聽眾的觀眾 一般是這樣 我們會看氣象預報 但是有一個情人 就是說 要判定要進場那一則 比如說他的 降雨記憶如果 在三十四十 賣到五十的時候 到底是要出來的 一般的情人會說 還是先好出來 但是如果真的中 落後 落後就先停下來 但是如果真的 它是影響的時工 時間的品質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如果真的落後 但是你料理出來 對 所以我們上面就做記憶 今天泡的是算 臨時 叫臨撲 臨撲 臨撲就是 就是把保障說一塊不算錢 你後面 天氣還要回來 再把它扣掉 又定用 如果你在落後中 在泡 因為有位面 有位面 是 你如果不再泡 人家在開車 騎桌上 輕鬆 所以我們 說這些糧 這些糧 就算是要 醫藥要算廢料 但是你當下一定要先補白 我們上面做記憶 說今天泡了這算臨撲 所以有位面 以前也發生說 在落後 在泡的時候 腳踏 說你們就是這樣 對 其實我們都跟他們說 沒有啦 我們這次泡了 我們上面做記憶 說這個 像臨時 至少不要一個坑在那裏 做成坑 因為那一塊都扣掉 那如果我們說 日後出來了 搭 我們重心過來泡 要扣掉 要扣掉 因為你的點子扣掉 一定出了 是 一定出來了 腳踏車都在半路 都載出來 在燒了 你扣掉 你如果不把它倒 要快把它用好白 你變成高低 的關係 扣掉 其實你們 只要說到有得力 我相信 民眾也是懂道理的人 都可以接受 不過我們就是把一些 我們說洗一整 用聽到沒有來做水平 另外現在目前 五千個坑洞 現在補齊了嗎 我們原本是說 9月6號是不是 今天9月7號嘛 所以目前我們道路 這個鋪設的狀況還好嗎 其實道路 它的財能坑洞到我們市場 我們已經說 它比我們早上 說得很清楚 有用心 現在就是說 一般 因為這棟的 豬 大又長 其實以前的道路壽命 你如果說 不要有這種 現地堂 因為現在氣候變遷 其實我們以前 來告到 6年到8年 6年到8年 可以 因為這棟的用心 所以最近的坑洞 一定會再造出來 因為像以前還漏 以前你漏 看不坑洞的會燒 它現在可能過一段車 它會再造出來 所以其實坑洞在補 我們就是盡量要 市長說的就是 我要補償一下 其實 不管幾千塊坑洞 也許1999在通緝時 有些是重複 當然有可能 所以其實 人過的 我們怎麼不做的時候 我們一直補 一直補 其實素量 這個要 要再重新 就是說 坑洞這個東西 變成說 我們最近坑洞的 這幾檔洞的 大家市民可以看 應該是都沒有坑洞 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時間品質 大家可以信任 因為這棟是因為 年限 有的時候 應該是到 沒有我們那個 因為有稍微裂縫 因為火又落 固又 又大 做成 都要提早 提早這個樓 我們市長也提我們找錢 說這些樓 都要 全部要靠掉 所以我們的 你問號很大 這要問市政府 其實120條主要道路 打掉重煉 你們現在預估好像是9億是不是 但好像還不夠 不計 19億喔 不計 所以可能要增加到28億才夠 對 對 這個裁員 其實這兩三星期 我如果 當然這有點開玩笑的話 我差不多 兩三星期以來 除了勘災 我們第一時間去排除 這個整個 激煙水的問題之外 做很多工程的損失以外 我另外一半的時間 差不多都在總結 因為這個 說真的 你要到 我剛才說的 從路基那一層 就開始拋除 重鋪 這個道路的品質才會好 但是問題是 這樣的一個工程 其實它真的是需要經費 是 那從 這一個 我們 我們本來在 辦今年 到的 醫生的時候 我去年 就在 路坪上面 其實多增加了2億 但是我們的工務預算 其實還不夠 我們去找 平均地錢基金 那這一次 我們再去找 那個 災害準備金 甚至我們也向中央 進行補助 因為我們工業區 附近的道路 是因為 是因為工業區的 種車造成的碾壓 所以我們特別 老實說 這個行政院也很支持 就是在工業區附近的 這個主要道路 它透過前瞻基礎建設的經費 來付 那甚至 這個 我到最後 如果真的錢不夠 我就必須 這個最後就是動用 第2月預備金 所以這 5、6個財源 這個加起來 我想我們 這一次 本來是 這個到 19億這樣的一個經費 可是你 為了要 這個符合 我們所有市民 大部分的期待 我們希望把這個 經費規模 其實提升到 這個28億 讓整個道路品質能夠變好 但是 有時候 經費的問題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 弟兄的能量 也是一個問題 這 現在養工處 差不多 吹得很棒 更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高雄市的廠商都已經不足 我們要 找到 本來做山區的 或是本來做外觀企業 唱廠 給它找來 那你找來 你也不能說 我現在 唱廠 會給我 保留的 尊勝 你還要要求一定的品質 對 所以 種種的這個問題 老實說 都有待我們去解決 但是我們就是希望 用更快的速度 更好的品質 來處理 這是這樣的問題 那至於說 五千個坑洞 老實說 經過一個禮拜 我想 絕大部分都已經 這個補平了 那 當然這 老實說 坑洞是 還是會持續的發生 因為確實 我們必須要承認 經過這場大雨之後 高雄現在 這一座城市 的確是處於一個 相對脆弱的時候 這我們必須要自己 自己了解 清楚 這點 所以其實這一些 道路的這一些 坑洞 某種程度在現階段 特別早上 又漏一段大雨 它其實還是會持續的發生 所以 我想 在這邊跟 周五的 聽眾朋友報告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去處理那五千個坑洞 但是不是處理完 我們就算了 我們一樣會用 同樣的標準 同樣的速度 同樣的品質 去處理新產生出來的 這一個坑洞 那甚至包含 這個我們 剛剛講的 有一些 真的品質很壞的 我們就是拋出重鋪 我們已經拿出決心了 而且這個決心裡面 我覺得 我們把品質好像打掉重練 那個品質的整個就是把它提高 能不能請我們公務局的副局長 來跟聽我們朋友稍微說明 讓大家知道 真的這篇打掉重練 重練的品質 我們再加強 其實這個 報仇傑 我們市長怎麼有交代 你在擋車的路段 就是一樣 你不能照一般的跑舞步 對啊 五公在 要太補了 你不能拋一年 一年就 市長就是浪費公堂 對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我們本身的設計 要拋的時候一定要先去切樓 對 把它的水平 它的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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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市長說 要拋在五、六重 五、六重 甚至七十公元 在鹽海樓 中山樓那裡 以前沒有這麼沉 以前都是表面 因為 因為說有一個重點 我們如果 風起來的交通的影響很大 我們以前在補樓 日時 日時補英國交通 啊它用卡丁的就好嗎 其實不是 那現在也有反胎 晚上補 阿它用卡丁的 趁著它在睡 那也有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 我們最近就是在工業區 把所有工業區的包廂 槍廠都找出來拋掉 說我要開始封鑼 因為你如果照顧以前 只有表面 靠調整 可能可以改過現在 今年可能多過 還以後也是 還很明顯 還質疑說 你這個品質 到底是好嗎 所以你這邊去溝通 大家就比較會 沒有啦 他們也是 只是反正說 他們盡量 要提倡 不要說 開車的時候 可以改造 自動改造 有貨櫃車 他們那些 保守 那些衣服都可以說 第二次就是市民 市民其實 現在你如果說經過的 看著交通 因為我們都會透過電台 會率先說 那也希望大家市民 比較接聽電台 收音機 對 他會告訴你 以前在改造 不要說你 在哪裡 就這樣 是 還有我們 如果做了 我們不能隨開 像這六點鐘 還是我們 都會50 50多億 如果這樣 還會軟 他會 又 又 會這樣 會有一個 弧度就不漂亮 然後醫療的 又斷斷 要請監獄 那些市民 就說 就保好 還要幫他 還動 其實要大家配合 對 因為你保一條路 如果要想交通 上班下班 你一天做不到多少 是 因為你要想上班 就要八點半 要九點半 所以 其實就是 有需要一段期間 所以 除了在 尚基兵 我們 奉上以外 當然我們的路標 其他的標示 或是道路上的指揮 整個的配套做好 跑馬燈 我都會 都會 屬於這預告 其實我們是預期 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尤其 其實我們是肯定 就是說 市府下下定決心 120條 主要道路可以到 打掉重練 這樣的決心 其實 在歷史上 我們好像沒有看到 所以 我說 真的 雖然 我們 你的任期 因為很短 在那裡 我就說 好可惜 但是我會覺得說 你 蠻有那個 那個決心 謝謝 謝謝 那 果然是 我覺得說 摩羯座吧 很勿實 又很耐操 最主要是 真的很有尬詞 把它承擔起來 好幾個 這個 經費 逆逆逆逆逆逆 可以 逆逆 把這個 城市 給它 堅固起來 所以 我也要跟 這個市府所有的 團隊 包括 在道路施工 這樣的 包廂 我覺得 大家要一起 用正面力量 我覺得 我們也給你們支持 跟肯定 謝謝 當然之前 有一些的民眾 在第一個時間上 或許他們也有點後悔 或者他們現在看到坑洞 他們還是繼續的罵 但是我覺得 至少用我們的表現 我相信 這會改觀的 所以 每一個城市 如果這次真的被水攻擊 淹水這麼厲害的話 我覺得 其實城市的災民跟市民 其實我們重新要有 站起來的力量 正面來看 反而 我蠻喜歡 您講的一句話 你叫全民一起來監督 來做鋼鋼 是啊 是啊 對啦 我想讓大家 都會想說 啊 這個路面這麼多坑洞 是不是過去施工品質 有問題 頂頂的 當然 這一個城鷹 剛才說過 其實 坦白說 就有那些舊的河 那你道路受到的挑戰 其實是很多 其實過去 這段時間 我們對 這十幾年以來 我們對道路跑鋪的 這個工程 它的品質採驗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格 我們為 財節 不管說 我們其實在那個 利清 我們其實 公務局自己有 這個實驗室 我們所有廠商的 利清都要抽驗 甚至我們會到 利清廠去鑄廠 我們 市政府 不管說品牌小廚 還是勇工廚的 董人 會到 這個 每一個利清廠 去抽它的 這個利清的品質 跟它的粘稠度 嗯 甚至 我們在 在施作的 過程裡面 就採購上面來講 我們其實現在 AC跑鋪 不用最低價標 哦 因為低價標 就是這個 對 我們會用 抑制的 這個價格標 比如說 我評選過後 認為你有資格 再去比價格 而不是說 以前 就造成很多 那個 那個 低價強標的 劣質廠商嘛 嗯 是 然後我們工程 施工中 跟施工後 其實 我們會不定期的 這個 品牌小柱 會去 實際去 專心 就是說 我走路 做好 我會去 直接去打洞 去看它那個厚度 跟那個 品質的檢驗 另外 當然最後 我們也都歡迎 全民來建工 你只要認為說 對 哪裡 不管道路 好 另外什麼 我們高雄市政府 認好的 公共工程 你知道認為說 哪邊是不符合規範 哪邊是有問題 甚至是 你哪邊不喜歡也好 你都可以打1999 來跟我們去做反應跟處理 我想 所有的這一個 當然一方面我們要確保 速度品質 那兄弟 弟兄們也很辛苦 但是我們最主要還是要把這個 品質 拿出來 然後透過各種 層層的這一個把關 然後更重要是全民來參與 全民來度工 我相信 這個才能夠把最好的公正品質 留給我們所有的高雄市民 嗯 好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來現場時間11點31分 這是快樂連佛房樂道最高點 人民最大聲 享受在空中為大家的服務 那剛才我們有聽到 除了市長之外 還有我們在公務局 我們的副局長 都會穿在現場 那等一下在廣告之後 我們要請水利局的 我們的局長 韓榮華 來跟市長一起為聽眾 為我們的市民報告 有關於在治水方面的作為 差不多要繼續等待 謝謝 我們在睡眠前 會用讓我們自己的完成製作 造成我們的信賴會比較平靜 免費給你結緣 空氣335 數理335 隨著年齡增長 您更需要補充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是人體組織中重要的蛋白質 酵素水解專利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分子量小 不含糖 脂肪 膽固醇 不使用人工添加物 讓您安心無負擔補充膠原蛋白 留住青春 讓您容光煥發 真的很簡單 酵素水解專利膠原生態 現正優惠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互播0809-092-898 快樂就是和世界當好朋友 和潮流不斷線 每天開車上網回家 無時無刻都聽到快樂聯播網 是我最快樂的事 快樂聯播網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心知 請搜尋快樂聯播網粉絲頁 或搜尋官方Line快樂聯播網 好的菌 讓您健康舒暢 壞的菌 讓您病奄奄 敏素清 寡糖液菌 給您維持一身輕盈的體態 沿絮11株複合式活菌 維持健康的體質 幫助消化 排便順暢 調整體質從小開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現在敏素清 寡糖液菌特價中 快上網搜尋 快樂愛台灣 臺灣 互播 0809 092 898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播網 快樂聯播網 熱到最高點 人民最大聲 我是Angel 現在來到11點34分 除了神奇 賓伊朗 可以收聽伊冠 我們透過的臉書也看到現場的畫面 而且之後這個節目結束 也會到Youtube 所以長期如果聽眾朋友您關心 在這一次大水淹了之後 那高雄市政府團隊做了什麼 您都可以來收看這個節目繼續檢驗 因為全民可以一起監督 但是我發現 當然民力無窮 一起來監督這個力量是很好的 如果監督他自己摸他 這樣民眾摸他就關 大家也覺得很有成就感 鬆了一口氣 但是我聽說 不是民眾來做監督 連地檢署都出來了 是啊 所以市長你的壓力會蠻大的 不會啦 這個我們都是非常歡迎 跟其實我們也主動跟地檢署 其實做這樣的一個配合 剛剛我說的 那麼多這個稱稱把關之外 真的還漏獎了一個 我們的陸品專案其實是跟 高雄市政府是跟高雄地檢署一起合作 他定期來跟我們調閱相關的資料 並且去進行抽檢 有時候人家會說 你都是市政府裡面在把關 然後全民把關之外 我們讓司法機關 讓地檢署也進來 一起為市民把關 所以對著譬如說工程的法包啊 品質啊 整個都是被把關的 是 是 好啦 你這樣說出來也好 這樣民眾比較放心 對不對 不過就相對的 如果他們真的 在逼什麼巴虎的位 會叫人去關 是啊 是啊 對啊 對不對 真的是看一下 今天現場的來賓 現在也加入了我們水利局的局長 韓榮華 韓局長 歡迎你來 現在我們要問的 我們要請市長以及局長 一起來回答 這個其實在媒體上面 有很多專家在煙水出來說話 他說制洪池 除了制洪池 那高雄市政府其實還可以做什麼 還有你們的制洪池 是跟那個水道有通 因為為什麼 這個看起來是水水的 其實是公園 那如果是這樣 下面水道沒有通 到時候那水是沒有辦法排出 跟紓解的 還有弊案問題 因為齁 蓋一個公園的錢 跟你蓋一個制洪池的錢 是不一樣的 來 所以請市長回應 我想齁 大家其實最近在討論 常常說非A及B 就是說 制洪池是不是絕對有好 還是說制洪池絕對沒有好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討論 其實都不會成為進步的根源 高雄市是這樣 我們其實在其他的這些 排水跟抽水站 我們的整個流域的治理上面來講 並不是說 今天高雄市跟他做制洪池 其他都沒有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包含林園大牌 或者是過去 好比說 我們現在在做的 飽足夠排水 甚至是 我們旗山 這次其實旗山 會減少鹽水很多 我們的 那個啟酒 昆酒的抽水站 包含我們過去 這一個在岡山地區的抽水站 我要說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在整個排水 不管是這個湘寒 或者是 這一個整個排水系統的 加大加深它的通紅斷面 以及必要的這個抽水站 等等的 其實我們都一直有在做 那 這種值的概念是在於說 你在這一些的排水系統之外 你要不要多一些 比如說 因為我們的排水系統 依照這個整個設計標準 它就是一個小時 大概60到70公里的 這個雨量 它可以承受這樣 那你超過這70公里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動輒 一個小時都是 都是超過 80 甚至到100多公里的 這樣的一個雨量 那你村的采 已經 超過 我們市區所有的 這一個排水系統的 防洪標準的情況之下 那你要不要多一些地方 把采水放起來 嗯 這個就是采洪池 你如果 已經超過這一個 70公里的設計標準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水量 雨量 我們透過采洪池把它 輕起來 盡可能去把它 這些多的水 把它輕起來 你事實上就可以保護 我們的市區 其實少受一點淹水的 這樣的一個痛苦 你有沒有覺得這次政治口水 比淹水還可怕 因為我都想說 那個采洪池 它勢必還是得要在 我們以本合理來講 因為我剛好有個大學的老師 他就住在那邊 他就拍照給我看 對對對 你看那個幾乎都快淹上 你要想 如果當沒有那個采洪池的話 那個水 轉外擴至外溢到所有的 附近的居民 以前本合理是 底下 全都陰陰 那這次就沒有了 所以 但是采洪池是勢必 而且它是其中一個作為 對不對 我們排水 其他的下水道系統 其實也都有做 但是我要問 可能要請局長回答 這下面 是不是還有這個管道 其實是可以通 去疏散這個水路的 它是以制洪池的標準 來做建構的 還是像有一些媒體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座公園 挖一個坑而已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好 這邊針對 對 Angel的一些問題 我再會做一個說明 剛才其實我們市長 也今天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們現在整個在 減血淹水的相關問題裡面 我們是整個 整個流域綜合治理的概念 去辦理 那整個流域綜合治理的概念裡面 當然有一些 主要的區域排水裡面 我們大概就是要包含這個去整治 那當然我們發現到 這整個區域排水的整治過程中間 因為它不可能不斷的加大加寬 因為它還要整修到民眾的土地 這個頂頂 所以說 我們有可能是為一個 排水的頂油 中上油的部分 我們會去考慮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土地 來做一個自洪的空間 是 那這個所以說 這些水 要怎麼去到我們的自洪池裡面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 有一些的相關設施 那以我們現在 我們在都市計畫區裡面的 像我們山明區的 一個寶業里自洪池來講 那過去我們的 那個上油的 在冰山街 在我們的長庚地區 那個一帶 常常會有上面的一個 農田的一些排水 會有下來 那我們再來就考慮到說 那如果過去這些水 沒有透過我們的寶業里自洪池 來自洪的時候 那這些水可能就在我們的 澄清路 在我們的冰山街 會淹得更可怕 對 過去常常淹的時間 都很長 而且淹水深度很高 那當然這個寶業里自洪池的 設置的過程中間 我們可能要配合什麼 浴水下水道 那我還記得 那個在我們的文安南街 那個地方 那個文安東街 那個浴水下水道的部分 還遇到台電的管線抵觸 我們那個工程的施工 浴水下水道的施工 也施工了快一年的時間 那個管線遷移 所以才把這樣子上油的水 順利的導到我們的寶業里自洪池 那所以說這個 剛才Angelo所提到的問題裡面 一個自洪池的設置 它不是一個 就單純一個歪一個洞 歪一個坑 它就可以自洪 它還有相關周遭的排水系統 必須並來配合 這個第一個要說明 第二個呢 我們的自洪池的部分 大概都是利用重力式的 一些自洪的方式 當我們的排水系統 它水位上來的時候 它就會透過我們的自洪池 跑到我們的自洪池裡面去自洪 當我們的排水系統 水位稍微降低的時候 就從我們的自洪池裡面水 它就會去退 就退水 那所以我們的自洪池 它不是只有裝一次水 它在從我們的這一次823到我們的8月29號 30號左右 這一段時間我們的自洪池 它透過自洪退水 再自洪退水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的13座已經完成自洪池 經過我們的自洪量統計 有達到601萬噸 那所以說剛才也跟市民朋友報告說 萬一如果說這些的水 沒有在我們的自洪池裡面 先去暫存出流的話 把這些水 都排在我們的排水膏裡面 或是我們的路面 這些水可能會造成我們的激煙水的部分 更嚴重 那剛才 剛才有特別提到就是 我們整個排水系統的改善裡面 除了這些渠道 我們也會重新的在治理 是 包含了剛才提到林園排水系統 我們的北溝排水系統 我們的岡山 我們的土庫排水系統等等的 在我們在齊山美濃 美濃也有美濃溪的排水 我們中正美濃湖排水系統的相關的整理 我們也在統計行中 但這些排水系統裡面 有需要設置從此的 我們會去因地制以來去做設置 因為未來會有15座還是25座 15座 到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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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派地區來說 我們當然第一個就是會考慮到 就是整個排水系統改善完之後 低派地區當然會配有 我們的抽水站的抽水設施 那要用抽水 對 所以剛才有特別提到 自宏設施的自宏齒外 抽水站的改善 這目前也是水利區 在考慮在相關排水設施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環 那目前我們也在透過水利署的相關經費 來辦這樣的改善的部分 所以這本水一陰 其實 我現在講 這次的宇老實講 那個標準 我剛才看中央氣象局 當時提供資料 10分鐘裡面 那個鎮定 鎮定應該比較嚴重 是 那真的是自災型的水量 在10分鐘內 就有30公里 一小時裡面降了108毫米 那是很大的浮量 當然就把一些問題或不是問題的 整個全部都衝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像這一次 淹水之後 我們再做的 是下定決心 而且把問題 從根本裡面 能夠去做一次的改善 我們真的能做的就是說 因為人定有時候不能升天 但是 寄居啦 你讓市民可以感到說 你們真的有在解決問題 對不對 那每個一個寄淹水點 它的區域的改善方式 都不太相同 那像我們最後 我們像前陣子市長 我們跟我們一起到 我們大寮會社 鳳林山 對 那個地方的寄淹水的一些問題 現在選舉大家 都去那邊知道 你怎麼知道 所以那怎麼辦 那因為他們發現到 它的那個旁邊 一個錢莊排水 那錢莊排水 它的水位很高 那我們的一個 雨水相含的 的一個排水系統裡面 它就會透過 因為錢莊排水 它會倒灌回來 那 因此我們相關的一些 排水設施裡面 在緊應急的部分 當然 錢莊排水的提案的一些加高之後 那然後我們 在我們雨水下雨道 要排入到錢莊排水的位置裡面 設了一個砸門的設施 然後再配合相關的抽水機組 的一些設置 能把我們的那個社區裡面 比較低洼的水 我們能立即的把它做一個排除 上市長我們在視察的時候 市長就這樣 立即做一個指示 當然它未來中長期的部分 當然它下游的林圓排水的一個部分 我們陸續現在也在爭取經費 再辦理整治 那包含的未來的錢莊排水也好 或者是它翁公園排水 這部分整個流域系統的一個整治 我想 未來這個才有辦法 去做這個基岩水的一些徹底的改善 換句話來講 因為這個 年代新的市長來 也要針對中長期的 其實還是要繼續的再去做家鄉 對不對 那未來才可以解決問題 我想 當然年代之後 就有新的市長 新的市政府來組成 但是我們現在 其實也是每一次都要 尋找問題的時候 去檢討問題 所以基本上 像這次淹水的地方 其實坦白講 我們的這個淹水的面積 已經比幾年前 泛納比颱風 動輒幾個大高峰 差不多六七千公頃 我們其實這一次淹水的面積 大概四百多公頃 其實坦白講已經是 減少很多 但是只要有淹水 就表示我們還有改善 減透的空間 所以針對這四百多公頃 多處的這個基淹水的地方 一方面我們盡量 去剛才說的 趕快退水 趕快流什麼的其他的 都把它收入好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透過這一次的教訓 我們去檢討摘搜尋 淹水的問題 到底在哪裡 就像剛才在說 那個鳳林山路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兩個排水系統 這個滙流 然後第四對地化 然後滙流之後 下游的這個淹源排水的 這個整治還沒有完成 它就直接在那裡 所以 會有一些短中長期的一些策略 從第一期 就是那一邊的提案架高 然後增加這個閘門 透過閘門的一個阻斷之後 從裡面設這個抽水站出來 但是當時來說 這個整個白水系統 要整個做一個檢討 那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 的確有一些地方 包含我們的草公新駿到後進溪 甚至我們的這個 為草潭皮到這個 那個等於是愛河的源頭 我們的愛河流域和後進溪流域 它其實上游的部分 草公新駿經過交情任務到後面 這個地方差不多是過期 高雄 除了洪山以外發電通經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 老實說 十幾年前的這個設計標準 其實已經沒有辦法 符合現在 這個都市快速的成長 所以我們以前 你看任務交情 很多那種以前自然的批塘 隨著都市的發展就不見了 很多的農田隨著都市的發展也不見了 對 所以其實這造成 我們過去會有一些自然自洪的 這一些部分 我們的皮糖也好 我們的農田也好 這些都不見了 情況之下 其實會增加很多 你雨下下來 沒有地方可以去 對 所以其實包含這些 所以包含這一些 流域 因為這個都市快速發展的因素 過去的這個設計標準 已經沒有辦法符合現在這種 極端氣候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 就應該中心去檢討 重新去檢討說 這樣的一個排水系統 因應 木情 甚至預期到未來 我們都市發展的整個強度 還有最新的 我們以前沒有預估到 會有這麼大的雨 配合最新的氣象資料 重新去做一個檢討 我想這個才是比較 根本性的去解決問題 但是我還是要 必須要強調一次 任何人為的這個設計 都有它一定的設計的強度 當超越這樣的一個設計強度的時候 其實真的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真的是天災的部分 有時候真的是超出我們人為可以去控制的部分 當然我們要盡力去努力 我相信民眾 應該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這真的 這不一定人定勝天 而且我們 其實 我們人類 其實跟大自然 已經真的很多的地了 好來 稍等 我們再差不多要繼續回家 謝謝 今天喔 真的是喝到的這個 跑的人真的不簡單 拼得到紅色的香氣 尤其是 唉唷 這個枸杞也吃起來 覺得甘甜甘甜 今天坐在我旁邊的這位 是本草裡面的李董 鱸鱸你好 各位聽見朋友好 重點就是 要到地 適當的地理環境 適當的緯度 來種這東西 就是說 在新疆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沙漠氣候 很熱 入夜 溫度 春 冷度 要保護這個果實 它就會熟起來 天氣 天粉都會保在裡面 我們把農民收 好像有一個藥件 就是說 我要來發言 如果你的東西 不含農藥 不含重金屬 我東西比較貴 給你收沒關係 這個東西 我確認這個東西 是好的之後 對 春的的等級 好賣 篩選 我回來跟台灣看來做就好了 有嗎 這是鐵弓 紅色跟枸杞的東西 用鐵弓 因為鐵弓是有辦法 達到是說 阻隔空氣 比較密封的狀態 我把它打開之後 把它打開 打開 有嗎 把它打開 哇 你來噴喔 很清香 很清香 我拿這個 是這個枸杞 第一 很大顆喔 是 很Q 所以我說 我就說 東西要好 就是第一點 要第二次 第一次 我真的跟大家講 我真的在討論一遍 吃到這麼好吃的枸杞 像這個 你怎麼跑啊 因為你大概拿6-8顆的紅色 然後你把 加刀加做三餅 一定要把它打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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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會出味 枸杞 大概大概7-80顆吧 就是我們的手心 一小把 然後 撈起來之後 把它倒在保溫杯裡面 是 水和添溫 第一次跑 大概悶燒 到差不多15分鐘 你就可以倒出來了 這麼簡單 我們一般 現在在通路賣 我們紅色一罐是305 枸杞一罐是405 對 我們今天的組合是 用給大家最大顆的 王的當地 兩罐紅色王 和兩罐枸杞王 原價是1,600 我們讓大家1280 前十位 我們加送一罐紅色王 和一罐枸杞王 589 0800 0500 500 5009 0800 0500 5009 0800 058 589 快樂最好康 讓你越來越快樂 快樂台灣 無限精采 快樂聯播網 來這部是 11點56分結束 結束之前 我們聽眾朋友說一個 這個 道安要注意的 來聽眾朋友 我們騎車或開車的時候 應該避免行駛於 大型車的前後 及兩側 如果行駛中遇到大型車 我們可以先拉長安全距離 或者是放慢速度 禮讓大型車先通行 那麼在大型車的部分 加裝視野輔助系統 可以協助駕駛增加視野 好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39條31款規定 自107年1月1日開始 新登檢領造的大客車及大貨車 應該依照規定 裝設合於規定的行車視野輔助系統 以上資訊由交通部大安會 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回到現場是高雄市的市長 徐立民以及我們公務 以及我們水利 我們的局長在現場 我現在要講其實最後一個題目 剩下時間也不過兩分多鐘 我想請教一下徐市長 就是我們前局市長 其實把高雄交付給您 那您如何來總結這個 陳菊時代的高雄市 我想這一個彈子當然是很重啦 那特別這一個 老實說 其實不是只有陳菊市長 我想我們的團隊 包含我自己在內 說實在也幾乎是把我們人生最 黃金的歲月獻給這座城市 那所以其實我們的命運 早就跟這座城市其實是豁服於共 那過去這12年 我想其實不要講過去這12年 過去這20年 其實大家想一想 高雄在20年前是什麼狀況 那不管是污染的問題 或者像我們走在這一個古山 攔在九爐橋上面 其實20年前到處都是台泥的那個成灰 我們20年前 愛河每次都要清淤 清淤不是為了它要通水 而是底下的污泥 已經污染到不行 所以每次要拿出來曝曬 這20年來我想我們透過不管 當然這一次有極鹽水的狀況 我們透過河川 每一個流域 我們透過排水系統的改善 透過這個污水的改善 甚至是兩邊這個河川道路景觀的改善 我們保存了多少的這個實地的公園 開闢了多少的這樣的一個綠地 那這個是在環境方面 二方面 我們其實也在跟百年的中工業都市 在經濟結構上面去做一個比賽 我們其實開創了產業的多元化的發展 包含我們的亞洲行環區 跟我們現在在積極爭取的這個 橋頭第二科學園區 就是希望把這一個過去以中工業為主的 這一個經濟結構 其實做一個更多元的這樣的一個轉變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們的大眾運輸 在這個捷運紅線通車之前 我們一年大眾運輸大概是3000萬人次 我們配合的捷運跟我們的這個公車 跟我們的這個輕軌各項的這個建置之後 我們現在大眾運輸的使用人次 已經增加了3.5萬倍 其實已經突破了1億多的使用人次 那再來就是我們這12年來 其實讓高雄一步一步走向國際的舞台 我們2009的試運會 我們舉辦的這個APCS的這個亞太城市高峰會 我們舉辦港灣城市全球論壇等等的 其實都讓高雄更有自信的 站上這個世界的舞台 是 好 那我想呢 經過今天這個專訪高雄市的市長石立民 以及公務跟水利的局長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想我們一起來有信心迎向未來 我們相信未來會更好 謝謝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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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